我们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阿弥陀佛的前身是谁呢? 就是阿弥陀佛成佛之前是叫什么名字? 阿弥陀佛的前身就叫做法藏菩萨 大家应该有听说过 那我记得 之前我去过一个地方开市 他连阿弥陀佛的前身叫法藏菩萨 他们都不知道 我在想 哪个大明星有八卦新闻 或者什么Mr.Bean、豆豆先生就认识 但是阿弥陀佛的前身是法藏菩萨就不知道 这样你就讲不过去 因为那些大明星又不能救我们 是啊 难道众生多地狱的时候 你先喊那个大明星来救你 阿弥陀佛才是可以救度我们的大恩人 怎么能够不认识多一点呢? 在这个《无量寿经》就记载 阿弥陀佛的前身就叫做法藏菩萨 法藏彼丘 就是有位出家人叫做法藏 那出家之前其实是一位国王 阿弥陀佛前身是一位国王 过后就出家了 这是发生在《无量节》的事情了 那时候刚好有一尊叫做 《试自在亡佛还在世》 当时国王听到佛法感到非常的欢喜 发现这才是真正让众生解脱痛苦的方法 那世间的荣华富贵、正事、国王都是做不到的 尤其讲到无常生老病死痛苦来的时候 世间的东西根本就没有用 还是佛法能够让众生解脱 所以这位大国王就是毅然舍弃王位出家 叫做法藏彼丘 可以说比释迦牟尼佛更加厉害 因为释迦牟尼佛出家之前是王子而已 但是阿弥陀佛出家前就已经是国王了 但是他还是全部舍弃 跟佛陀出家修行要救度众生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佛法的尊贵 世间人或许很难理解 像有些人说的 哎呀 在家也可以弘法 在家还是国王 可以利用自己的财力、人力来弘法的 还有什么呢 成立佛化家庭 读太太、孩子、学佛就有很多的力量 其实各位 在家人最多只是护法而已 讲到真正弘法 还是出家才行 自古以来 佛法都是出家众在传承的 如果说没有出家众来弘扬 来传承佛法的话 那在家人请问要护什么法呢 所以通常每一尊佛都是要 实现出家成佛的 释迦牟尼佛也是 阿弥陀佛也是 那不一样的是 阿弥陀佛前身法障菩萨 他不只说要发愿成佛 而且他发愿要成就一尊 超越所有诸佛的佛 那这个就厉害了 从来都没有看过有人这样子发愿的 因为一般只有释弘释愿 释弘释愿只有提到佛到无上誓愿成 就是只要成佛就好 那有人发愿说我要超越诸佛的 今天如果说有人说还要超越诸佛 我们不把他骂死才奇怪 是不是 如果有人跑到释迦牟尼佛前面发愿说 释迦牟尼佛我是要超越你的 这个我们肯定是把他头脑当做有问题了 但是阿弥陀佛前身法障菩萨就是这么发愿的 他要超越所有的佛陀 这是《无量寿经》里面明确所记载的 我先读一遍 这样我们对阿弥陀佛就法喜充满了 《无量寿经》阿弥陀佛愿伦 我见超世愿 必知无上道 世愿不满足 事不成等觉 我自成佛道 名声超时方 究竟有不闻 事不成等觉 令我作佛 国土第一 其中其妙 道场超觉 国如泥患 而无等双 我当名哀 度托一切 令我为世雄 国土最第一 其中书妙好 道场欲诸岔 使我作佛时 令我动事 侧丁 飞行十倍胜于诸佛 得事愿乃作佛 不得事愿终不作佛 使我作佛时 令我智慧 说经 行道十倍于诸佛 得事愿乃作佛 不得事愿终不作佛 使我作佛时 令我顶中光明绝好 绝胜诸佛 得事愿乃作佛 不得事愿终不作佛 令我后作佛时 于八方上下诸无量数佛中 最尊智慧勇猛 头中光明如佛光明 所验照无几 法藏比丘 信节第一 明记第一 修行第一 精进第一 智慧第一 大圣第一 法藏比丘 说指送矣 应时普帝六种震动 天与妙花 以善其上 自然音乐空中赞眼 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法师大圆时 三千大千界 震动便十方 天人空界中 善与一切花 沾潭及沉水 称赞大笔除 愿力甚稀有 决定当作佛 广力众生界 佛言 阿弥陀佛光明最尊第一无比 诸佛光明皆所不及也 佛告安南 无量受佛 微神光明最尊第一 诸佛光明所不能及 佛称谕阿弥陀佛 诸佛中之王也 光明中之己尊也 刚才所读的这些经句 就是阿弥陀佛前身 法藏菩萨在他师父 世自在王佛前发愿说 要超越诸佛 白话一点就是说 佛陀我要成为一尊超越你的佛 超越十方诸佛的佛 直接就讲的 不过这是阿弥陀佛真心发的愿 我们看 世自在王佛听到的时候 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赞叹法藏菩萨是他第一弟子 你真的是我No.1的弟子 所以佛陀的信量就是这么大 被弟子发愿说要超越 还笑嘻嘻地欢喜赞叹 哪里有像现在的人 听到讲说十方诸佛 阿弥陀佛第一还生气 还说哪有说第一的 哪有说超越诸佛的 佛陀就不是这样 诸佛听到真的被超越 是非常开心的 结果法藏菩萨发愿完 整个世界都在震动 天空自然降下花朵 天上还有音乐 直说阿弥陀佛的愿力 最难得心有 一定能够成就 一定能够成佛的 一定能够埋怨的 这就是代表说法藏菩萨发愿 不是像我们一般人随便讲的 现在的人有时候讲发愿 念完就完 发愿说众生无边誓愿度 回去看到人的时候就生气 烦恼无尽誓愿段 看到什么时候 心里又在不舒服了 这些都是口头惨 就是嘴巴发愿 所以就没有什么效果 但是法藏菩萨是真心发愿 真的有能力去埋怨 所以天地欢喜 自然很多瑞相就会出现 结果最后真的成佛了 真的成就一尊 超越十方诸佛的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就赞叹了 阿弥陀佛的光明 是微神最尊第一的 所有佛陀都比不上 而且还把阿弥陀佛当作是他们的王 十方诸佛都把阿弥陀佛称呼为 诸佛中之王 也就是说十方诸佛 等到阿弥陀佛的出现 竟然把自己的地位降低 把阿弥陀佛本为第一 是佛王 各位 佛中之王这种称号 就只有阿弥陀佛才有的 有些人就奇怪 怎么会有阿弥陀佛第一 超越诸佛的事情呢? 不是说佛都一样的吗? 是的 如果说你讲到佛性的圆满 每一尊佛都是一样的 但是讲到愿力 就是讲到度众生的方式 就是有不相同的地方 好像医院里面很多的医生 每一位医生都是大学博士毕业的 但是对于说病人治疗的方法 就会有不同了 那相同的 每一尊佛的佛性都是圆满的 都是一样的 但是就是度众生的广度不同 阿弥陀佛就是能够度到 十方诸佛度不到的众生 所以才造就了阿弥陀佛 变成第一 变成诸佛中之王 阿弥陀佛之所以发愿说 他要超越十方诸佛成为佛中之王 是有一些背景故事的 因为在《无量寿经》就记载 法藏菩萨在遇到 世智在王佛之前 其实已经有《无量诸佛》出世在世间 《无量寿经》就列出来很多尊的佛 我们看这么多密密麻麻的 这些都是之前的佛 那最后还总结说 其实《无量诸佛》都已经成为过去 那每一尊佛出世 每一尊佛也跟着入涅槃 法藏菩萨才遇到这尊世智在王佛 但是这么多尊佛都已经过去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众生不能得度呢? 像佛门常常说的一个比喻 菩萨发大心 鱼子烟树滑 三世因时多 成果实胜少 就是说 发心修行学佛的人是很多 好像鱼下蛋一样 多到不得了 鱼蛋一生就是几千粒 几万粒的 但是最后成功伸出小鱼的 可能才一两粒而已 佛门的情况就是这样 其实算起来学佛的人 是不少的 以我们这个地球来说 你看 有几亿的人都在学佛 但是到最后出现几尊佛菩萨了呢? 我常说 释迦摩尼佛以后 到了现在两三千年 我们再也看不到第二尊的释迦摩尼佛了 我们讲佛门的道理可以讲 像有些人学佛常常说的 只要看破方向就可以了 禅宗也说 明心见性你就能够成佛了 密宗也讲 极神成佛的 天天都讲这个佛 那个佛的 看破方向就好了 但是结果出来真的是佛吗? 相信今天全世界所有的老和尚 都没有人敢说自己是已经成佛 跟释迦摩尼佛一样才对 都是像古人所讲的 我们都是尼菩萨过疆 自身难保啊 如果不是 请问释迦摩尼佛以后第二尊是谁呢? 很多人就喜欢去印度草圣 去当初释迦摩尼佛的菩提树下打坐 但是有成忌惮吗? 到了现在佛法已经过了两三千年了 还是没有看过有第二尊释迦摩尼佛的 这就是讲道有修行 但是就是没有结果嘛 比如说讲发心 行菩萨道 结果发心以后 我们可能连医院都不敢去了 为什么? 因为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是要牺牲的 人家医院需要肾脏 我们有两颗 至少要捐一颗半 我们有两颗眼睛 至少要捐出一颗 甚至两颗都要捐 要不然怎么能够行菩萨道呢? 菩萨道难道用嘴巴讲讲写写文章就算了吗? 当然是不是的 菩萨不是开玩笑的 菩萨是要准备牺牲一切的 那大圣菩萨道不行 小圣修行其实也不行 因为小圣修行是要断烦恼振阿罗汉 那这样来说 至少要出家 没有阿罗汉是可以在家成就的 当时释迦摩尼佛底下 1200多位阿罗汉都是出家中 那这个条件其实又打死一大堆人了 我们看 今天上网听开示的可能几百人 甚至上千人都有 那请问 有多少人是出家人呢? 不要讲在家人做不到 连出家人其实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断烦恼的 因为断烦恼这个事情 不是说我们想要就可以做得到的 我们想要没有烦恼没有妄想 但是偏偏烦恼妄想就会冒出来 我们眼睛闭起来不看 耳朵关起来不听 嘴巴合上来不讲话 但是你这个烦恼妄想还是在内心一直在滚动 等到你认为你没有烦恼在滚动的时候 你就开始打瞌睡了 所以一般讲 修行的佛法就是这样 就是遇到烦恼妄想很多 要不然就是这个昏沉的问题 那就算我们感觉说自己很心安 没有妄想烦恼 但是也是一下子而已 不可能说我们一辈子都能够保持的 因为我们都还是反复 我们烦恼妄想的根太厚了 我们有心也好 也是无能为力 尤其佛说我们现在还在五拙恶世 还是末法时代 当我们认为说自己很好的时候 外面的环境一千 我们烦恼气气又要上来了 嘴巴忍不住就是要讲人 心意忍不住就是要批评人 眼睛忍不住就要东看西看 脾气忍不住要发一下 抱怨一下 有一次有一个人认为说自己没有脾气 认为说自己脾气很好 结果老师傅就跟他说 每一次你发脾气的时候就去钉一根铁钉 在木材你就知道了 就没有想到一年下来 整只木材被钉到没有地方可以再钉了 这还是一个认为自己脾气很好的人 也还是一年的时间而已 那如果说一辈子还得了 如果生生世世呢? 甚至有些人学了佛 越学越傲慢的 就认为说自己学佛很久了 我是资深的了 已经看了几本书 懂几个道理了 甚至这样子过后 就觉得说连三宝都不用清净了 别人的话也听不尽了 自我主见很重意见很多 傲慢的人往往都会这样 不要讲没有学佛的人 连学佛的人都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真正要面对自己的烦恼气气 是真的很难的 这众生我执面子太重 他往往都不大愿意面对自己的缺点习气的 是不是各位? 总是一天过一天不断找借口 原谅自己而已 原谅别人很难的 但是找借口 原谅自己的习气还是比较容易 所以佛说 我们凡夫的业障 认真来算 那是整个宇宙都是装不完的 不要讲断烦恼这么高声 现在的人连基本的五戒十善都做不到圆满 一千年前 道綽祖师隋唐时代 佛法最兴盛的时期 人的根系比现在都强几百倍 但是大师都感叹 那个时候 真正做到五戒十善的人 还是很少 都没有几个 五戒十善 持得者圣息 若论其恶造罪 何以暴风快雨 一千年前都这样 更不用说我们现在 我们现代的人 你看杀蚊子是不用抓的 我们现在的人都是用喷的 你看政府杀蚊子 都是直接在整个社区喷一个毒药的 那我们现在在房子里面要用电 要用水 就是要砍森林 环境 建电厂 水坝的 那请问 当中牺牲的动物是算谁的呢? 水用就是算谁的 还有有些人整天讲爱地球 结果天天开冷气 那开冷气 二氧化碳 地球暖化 北极的北极熊 动物都没有地方住了 那海水上升 很多国家都淹没 那这样我们还谈什么善呢? 如果说今天我们不要开冷气 那我们试试看 道场如果说做念佛一日修 不开冷气 可能两百个人 只剩下两个人而已 那真的是有心也没有力 福建话讲 没法 没变 大环境无浊恶事 就是这样 一般法门可能说 那我们众生 不是说都有佛性都可以成佛吗? 是的 道理是没有错 有佛性都可以成佛 但是我们现在成佛了吗? 请问我们现在是凡夫还是佛呢? 讲自己是佛的人 那你可能在发白日梦 你可能要打打自己两巴掌 清醒一下了 我常常开玩笑的说 这个时代 如果敢说自己是佛的人 都是糊涂佛就有了 五浊恶事只有一尊佛 那就是三千年前的释迦摩尼佛了 释迦摩尼佛过后 也只有下一尊弥勒佛而已 哪也不知道是千亿年以后的事情了 而且我们要知道 弥勒佛出生的世界 还是比较清净的世界 就不像我们现在这种五浊恶事的 就是说 在五浊恶事是很难修行 很难成就 很难成佛的 几乎都不可能 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就知道了 你根本是不用问人的 我们看看我们自己 有烦恼 会生气 会哉意 会傲慢 会不明白道理 那这个就是贪嗔痴慢 具足的凡夫 哪里是佛呢? 我们就好像植物人一样 各位 植物人 手脚心脏都是好好的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醒过来 我们讲植物人 就是活死人 我们就是活死人 就是有佛性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醒悟过来 圣上老大师才说 回意识 住意识 去意识 贝华经也说 简单来说 在说婆世界 五座二世 就是死路一条 因为 烦恼像大海一样 无量无边 肯定是死定的 所以佛在经典也说 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因为烦恼太厚 业障太重 所以是被其他诸佛所放弃的 因为根本就没有救了 其他诸佛要救都救不到我们 好像绝症的病人 你要救他 根本都没有办法救 那怎么办? 我们想得到的问题 阿弥陀佛也会想到 所以阿弥陀佛的前身 法藏菩萨 就是看到这种现象 所以他就发愿要超越诸佛 超越诸佛 简单来说 就是要让诸佛救不到的众生 能够得度 这样你就超越诸佛了 法藏菩萨阿弥陀佛 并不是说为了什么名闻利阳 或者为了什么好面子 才说要超越诸佛的 阿弥陀佛他是要救度 其他佛救度不到的众生 所以他才发这样的大愿 一般 一般其他佛菩萨 就不能得度了 那有些是根器好 根器不好的就不行 像法华经里面就有提到 有五千位萃席是接受不了的 金刚经也是 金刚经一放出来 大概也没有几个人真的看得懂的 有些法师说 他自己出家七十年才看得懂一点点而已 其实我心里在想 没有说看得懂一点点的 一点点看不懂的话 就等于全部都看不懂了 因为其他法门都是讲原教 就是这样 你一个看不懂 就是等于全部都看不懂了 哪有说看得懂一点点的 那这样算到最后 确实其他诸佛的法门 漏掉一大堆人 先一的众生 都找不到一个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阿弥陀佛的前身 法藏菩萨 他才说要超越诸佛 要找到真正能够 普度一切众生的法门 虽然说这样想是很容易 但是真正要做到这一点 确实很难的 因为这是之前 十方诸佛都没有的方式 所以阿弥陀佛的前身的师父 就是当时的四字在王佛 就开始带他去看了 两百多亿的佛土 无量寿经 佛旗选择二百亿十亿佛国土中 诸天人民之善恶 国土之好丑 未选择心中所欲宴 满足五节思维修习 发大寺院经于五节 具足五节思维 摄取庄园佛果清净之行 就是说 当时的师自在王佛 带阿弥陀佛的前身 法藏菩萨到各地佛土去看 把诸佛好的地方选起来 不好的就去掉 就好像这个设计师要动工装修之前 先画图 把最好的东西摆在一起一样 这样到最后的结果 肯定是最好的精华 因为有一句话说 你站在巨人的肩膀就看得更远 前人走过的弯路 我们就可以不走了 我们在这个世界都这样 更不用说阿弥陀佛的前身 法藏菩萨 人家当时已经是大菩萨了 而且人家还是佛陀带他去参访的 而且是参访了200多亿尊佛陀世界 看了200多亿佛国徒 那还得料 而且法藏菩萨的参访 不是一两天的 法藏菩萨 这样游览住佛世界 整整花了五大结 各位是五大结 结这个数目就是古代人 因为数目太大算不出来 所以才有结的这种说法 那现在人因为我们有电脑嘛 所以才试试看 用佛说的结来算是多少年 那算出来的结果 上次我看到 有人算一结是200多亿亿万年 那这根本是想不到的久 因为阿弥陀佛还是五结思维 就是整整考察思维 五大结 而且只是单单考察而已 就花了五大结 还没有动工哦 就是五结都在画这个蓝图设计规划而已 好像你家里要装修 当然画图就是画了五结了 你像这样看 这就不得了了 所以各位 我们今天这样念南无阿弥陀佛 难道是阿弥陀佛一时脑袋热 给我们想出来的吗 那不是的 那是阿弥陀佛的前身 法藏菩萨花了五大结 便由诸佛世界给我们总结最好的方法 最能够普度众生的方法来的 结果呢 现在有些人不懂的人就说 哎呀怎么可以单单念佛 阿弥陀佛花了五大结去结论说念佛最好 结果他学佛都没有五十年哦 还是小凡夫 然后呢就说 怎么只有念佛 所以呢 说佛世界的众生 烦恼深重傲慢 就是这样 就喜欢自己乱乱想 阿弥陀佛思维五大结 画好蓝图结论好了 但是呢 还要去修行 累积功德 去满他这些愿 因为呢 五结思维想出来 也只是一个蓝图 只是一个概念而已 现在就需要去完成它 结果呢 佛说 法上菩萨去修行满怨 一做就是造载永结无量结了 无量寿经记载 精进勇猛勤苦求所 如是无央数结 所失事供养 诸以过去佛 亦无央数 于不可思议造载永结 即知菩萨无量得行 修习如是菩萨行时 精于无量无数不可思议 无有等等 亦那由他百千节内 所以各位我们看造载永结 一个造一个载一个永 等你就是无量结阿弥陀佛前身 法藏菩萨 就是在修行累积功德 各位我们想想看 一般成佛只需要三大神奇结 但是阿弥陀佛花了五节思维 还有造载永结 无量结 修行才来成佛 有人看到就问 那是不是阿弥陀佛比较笨 人家才三大神奇结 但是阿弥陀佛花了五量结 好像上课一样 有人上大学三年就毕业 但是有人读了三十年才毕业 那应该就是笨蛋 各位阿弥陀佛的前身 法藏菩萨真的是比较笨吗 我们看他的师父 是自在王佛给他评价的 无量寿经说的 法藏菩修 信节第一 明记第一 修行第一 精进第一 智慧第一 大圣第一 讲理解佛法 阿弥陀第一名 讲记忆第一名 看了佛法都不会忘记的 讲修行也是第一 讲精进勤劳程度也是第一 讲智慧还是第一 讲大圣境界还是第一 释迦牟尼佛底下第一都是奋善的 你看像穆建联神通第一 舍利佛智慧第一 阿弥陀佛第一 但是阿弥陀佛前身 法藏菩萨 他一个人 全部都是第一的 这是佛陀 师自在王佛给他认可的 所有佛弟子 看过这么多 唯有法藏菩萨是第一 是最优秀的 那最优秀的 为什么说要这么慢呢 人家普通学生 才花三大 生起节就成佛 法藏菩萨第一的 反而是花了无量钱 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刚才讲的 他要超越诸佛嘛 他要救度其那佛陀 救不到的众生 阿弥陀佛前身 法藏菩萨 就是要累积功德 完成了 今天所讲的第十八愿 就是要让所有的 十方众生 不管是怎么样的众生 只要念了南无阿弥陀佛 就算那个人 最后只有念了 一身十身佛号 都可以成就 不用断烦恼 都可以解脱 往生净土 成佛 那这个就太难了 这个是十方诸佛 或者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就要一直修 阿弥陀佛会发誓 如果不能完成的话 就不成佛 这就是今天要讲的 舍我得佛的含义 结果一做 就是无量节过去了 阿弥陀佛才来成就 才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一尊阿弥陀佛 我们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才出现 所以各位 有时候我们讲 一个结果的好坏 是跟你准备的时间 也是有关系的 像我去查这个资料 我发现 世界最多人看的电影 第一名好像是叫做什么 Avenger的英雄电影 各位有看过吗 这部电影 听说全世界卖了 20多亿 30亿的美金 但是人家是花了 10年的计划完成的 那第二名是Avatar 好像是外星人的电影 全世界也卖了 20多亿的美金 人家也是花了 10年的计划设计出来的 虽然这些是世间的东西 但是让我们了解到 这个人类他花时间去句话 去设计出来的东西 都是很受欢迎的 如果说今天电影 才拍几个月就收档了 肯定品质就没有这么好 也不会有这么多人看 那这两部 最多人看的电影 都是花了10多年来完成的 所以各位 那阿弥陀佛花了五节思维 照在永结的修行城 救出来的南无阿弥陀佛 又怎么会不好呢 我们看 这三个都是A开头的 Avenger Avatar 跟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就不得了了 花了无量节的时间 超越诸佛成佛的时间 才完成的 肯定就是特别的好 不可思议的好 所以现在的人 有些人觉得说 念佛很简单 很容易 很轻松 这是没有错的 因为念佛真的 就是这么容易轻松 就这样念佛而已 但是我们轻松念佛的背后 其实是阿弥陀佛 辛苦无量节 给我们换来的 好像刚才说讲的 看电影一样 电影好好看 你又坐在这个椅子上 吹着冷气舒舒服服 这样子看而已 但是 这个舒服的背后 是人家花了十多年的时间 去计划 去拍摄出来的结果 我们今天念佛也是 我们就这样子舒舒服服 坐在椅子上 吹着冷气念佛 也可以成就 因为背后是阿弥陀佛 花了无量节的辛苦 所换来的 往往父母给孩子的都是这样 孩子的快高长大 可以说就是父母的心酸一辈子所换来的 所以明白这一点 我们才不会认为说 这么简单的念佛会没有用 因为这是阿弥陀佛 无量节的辛苦所成就的 要不然是不会这么简单的 我们看别的法门要靠自己修行 没有阿弥陀佛发愿救度的 你都是要靠自己修三大二生 几节苦心苦修 才可以成就的 但是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当下就圆满得度 这一生绝对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行 所以可以知道 这是阿弥陀佛花了无量节的时间 成就的结果 所以才有今天这么简单 容易轻松的念佛法门 所以这样就不得不敢阿弥陀佛了 要不然阿弥陀佛为我们辛苦 我们还不清楚 甚至有些人还不领情 还看不起这么简单的念佛 那今天我们终于知道阿弥陀佛的历史是这样 那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 真的是对阿弥陀佛升起无限的感恩 因为没有阿弥陀佛的话 我们将会永远的沉沦 没有阿弥陀佛的话 我们苦难就不会结束 没有阿弥陀佛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到这么美好的极乐世界 没有阿弥陀佛 我们永远被释放诸佛放弃了 没有阿弥陀佛 释放诸佛 真的不能广度众生了 所以真的对阿弥陀佛 只有无限的感恩 那一切对阿弥陀佛的感恩 我们就化为 每一生的南无阿弥陀佛 是最圆满 最能够报答阿弥陀佛的 念佛就行了 但是像有些人学佛 以为累积什么功德 要回向给阿弥陀佛才可以 其实是不用的 想想看 阿弥陀佛还要我们回向给他吗 各位 阿弥陀佛还要我们这些凡夫 回向给他吗 所以讲回向给阿弥陀佛的 有没有搞错呢 请问我们今天会把钱 布施给那些大富翁吗 都不会的嘛 相同的 现在阿弥陀佛是大功德主 那还要我们回向给他做什么呢 是阿弥陀佛早就成就好一切 回向给我们 不是我们要回向给阿弥陀佛的 是阿弥陀佛回向给我们的采对 所以我们要做的 就是接受 既然阿弥陀佛发愿是要给我们 那我们就接受就是 我们接受就是念 南无阿弥陀佛 进而把南无阿弥陀佛的慈悲殊 介绍给其他人 这样真的是报答佛恩 善老大师说的 自信教人信 真诚报佛恩 阿弥陀佛经也说 真的 阿弥陀佛要我们做的事情 就是信受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而已 那当我们愿意念这句佛号的时候 当然阿弥陀佛是最欢喜的了 阿弥陀佛也没有白白给我们发愿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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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 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 共同的归宿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